是英國倫敦恐攻事件 媒體報導 嫌犯成長背景跟許多人 對ISIS士兵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 學業和體育表現都非常的優異 讓人無法想像居然會冷血犯案 英國倫敦二十二號發生血案 警方查證身份後 確認凶嫌是有多項前科的五十二歲 英國公民馬樹德 先前恐怖組織ISIS一度承認犯案 但現在卻出現逆轉 據傳馬樹德擁有許多化名 一九八三年到二零零三年間 曾犯下許多罪行 例如持有攻擊性武器 違反公共秩序 重傷害罪等 但並無參與恐怖組織的跡象 而其實在他學生時代就是風雲人物 學業和體育都表現優異且樂天之命 認識馬樹德的人都表示 他是一位好人 鄰居也常看到他在整理花園 究竟為何冷血犯案令人百思不解 而倫敦血案發生時 一名穆斯林女子被拍到在事發當時路過傷患 看似視若無睹 自顧滑手機遭披冷血 瞬間成了全民公敵 對此他發聲明很冤 表示他也感同身受 拿起手機只是想一起尋找幫忙 另外因這起事件飽受社會輿論批評的還有他 因為在新聞連線上大肆批評倫敦人畏懼恐怖主義 英國電視主持人凱蒂霍普金斯 這一席話惹惱了許多英國人 國會議員克萊弗痛批這簡直是消費恐攻事件 我版面 哈利波特作者羅琳也怒批 讓他想到傾向姑息主義的約瑟夫甘乃迪 一連串風波讓還未走出恐攻陰霾的英國 感覺是在傷口撒鹽 柳家軒編譯